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刘坤 不能说带大家了解最真实的日本了 带大家了解 因为疫情的原因 带大家了解 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家的真实生活情况吧 我老婆跟孩子已经从医院出来了 看看我老婆 大家好 大家好 久不见了 大家好 我是刘坤 刘坤 女儿 儿子 还有我家孩子三个人睡觉 抱抱 好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菜 这个炒的是 因为今天第一天出院 所以稍微做了两个菜吧 炒了个鸡汁 然后做了一个猪排 然后这个是烤鱼 烤鱼 我自己做了煎的鱼 然后这个的话是自己做的饺子吧 因为时间的问题 所以我没有拍摄做饭过程吧 还有一个猪 还有一个猪 就是我老婆以前就特别喜欢吃的猪排 已经做好了 现在把它拿回来 我老婆说想吃烤鱼 我老婆说想吃烤鱼 然后我就是因为 她在医院的话 吃的是牛排 所以回来 最后一顿饭的时候 医院会问 吃牛排还是吃猪排 我老婆说 问我吃哪个好 我说你吃牛排吧 咱们家里有猪排 猪排骨 这个是我刚烤好的 颜色有点那个 火候没空的好 有点那个 有点不太好 我本来是想买 想买整条鱼的 但是整条鱼的话 有刺我老婆吃了 不方便小孩不吃不方便 我买的 他们就是杀好 就是把鱼刺 削完的 然后就是那个 然后自己回来煎了一下 然后配点料 干杯 欢迎回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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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老婆跟我儿子在医院的这几天 我在家又当地又当妈了 太辛苦了 现在终于知道 家老婆的辛苦了 我现在的身体有点不舒服 所以没喝酒 这么值得清醉 是应该喝酒的 但是 还没啥 比较少许的 我来一块 их不肯娘 先吃 digging 好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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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家的儿子来了 这小子瘦了很多 我就是被他妈虐待了 他瘦了这么多天都不吃饭 我给他了 我给他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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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视频到这儿吧 我们要慢慢吃 慢慢喝了 亲戚来了 不能我一直拍着视频 所以有点太好 有陪伴你吃饭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